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副骑士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48集 今天的话给大家分享急速新系列 The Last Class的Crasher Crasher的话呢 这个幻影的黑色版本 那实际上它是百变雄狮里头的可可怪 那当年台湾也有播这部动画片 而且其实我当时看这部动画 比看变形金刚还要多 那我记得当时这个人物呢 叫做黑魔王 那萨尔摩就叫红魔王 我只记得这两个人的名字了 那剧情节什么内容我已经不太记得 那么这款黑色的幻影 使用了是地球崛起的时候 幻影那个模具啊 那这个地球崛起幻影那个模具呢 那个是第一次出现的话呢 是跟一个就是魔龙 或是恐龙勇士的那个组合包里头的那一款 然后那一盒的话我今天找了很久 我居然找不到 世代精选系列其他几款我都找到了 就是那一盒我找不到 在一堆牛皮纸盒里头 我还是放不出那一盒 到底拿到哪里去了 其实我也还是比较比较比较紧张一点 因为那一盒我是不可能说把它出厅卖掉 不可能 因为当时我知道幻影的话呢 它的地球的载具的话呢 只有那个组合包才有 那我真的是不知道收去哪里 所以就没有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然后先前的那个雷霆小队的那个组合包的话呢 我也已经打包五盒都封起来了 也不想拿出来了 所以这期的话呢 我们就单纯的来看这一款黑色的幻影 可可怪 那它身上的黑色的话呢 都是亮光的 你看这反光啊 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有人可能比较喜欢消光了 那后面的这个枪的话呢 这是塑胶的原色 那你可以看到啊 它的一个枪的话呢 可以扣在后面这里有个洞 如果你不想拿在手上的话呢 完全是可以扣在后面的 那它的这个枪呢 一样是跟这些的模具都是一样的 一把大枪 那这个应该是原本可以当肩炮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这里是可以拆下来啊 还可以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导弹的部分 那它的可动我们也讲一下 头雕的话粉红色的脸啊 然后黄色的眼睛 其实我不知道它到底真正的性别是男还是女 应该是男的吧 只是说我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呢 是一个女的配音员配音的 所以我一直有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以为它是一个女角 那这个手臂的话呢 平举啊 那这个地方 我记得它是可以单纯的 我记得它可以单纯的把这个部分举起来 那它就是这样子 这个造型会比较好看 当然不是从这个地方直接裂开的 那它的二头肌啊 转动啊 腰部的关节 这个膝关节 还有这个接地啊 其实这一款模具呢 到这个家伙你看到没有 这个 玩具的一体性是很好 关节还是非常紧实 漆面的话也称得上 算是勉强 算是非常及格的啊 就好像这么亮 这么黑哦 但是把玩了一下 好像也不太会留指纹啊 应该是蛮OK的啊 以这个重图模具来说呢 这一款的做工啊 可以值得假许一下 那我们进到这一款 可可怪的变形 环节 首先的话呢 我的习惯吧 我们先把这个手臂 往上平举起来 后面的两个轮胎呢 从身后呢 给扣出来 后面这个部件 把它给解锁开来 头的话呢 给往内翻下去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一样有个突跟到的一个结合 再次把它扣上 身体的话呢 往前面啊 往前面扭扣下来 再这样拉出来 把这个脊椎给拉出来 再来怎么做呢 我们把这个胳膊的话呢 往上面举上来 然后呢 往下 再放下来 然后两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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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什么 定工尾仪啊 结合起来 然后两手的话呢 这个拳头应该先收进去啊 这个时候收也是可以 扣上 然后的话呢 就到这边 接下来的话呢 然后我们把它的 这个我记得是啊 这个身体的话呢 是转成这样子 两侧转到中间 然后呢 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脚啊 侧边这一块 给翻出去 然后呢 将轮胎呢 也给翻到外侧 翻到这里的时候呢 再把这个鞋尖呢 给放下来 然后呢 直接脚就往上面 抬上去 往上 上来 到这边 那脚这个地方 就是这里啊 这里有一块 这里有一块 凸 这一块 这一块凸 要斜插进去 这个缝里头 这里的话呢 第一次变的时候呢 还是比较紧的 需要花一点力气 那么另外一侧的脚 也是一样 先把侧边这一块 给抬出来 鞋尖给收进去 轮胎转到外侧去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整个往上面抬上去 抬上去的时候呢 就是把这里 抬到这边的时候 这个鞋尖妨碍到 从这里 记得这里要有个凸 有个凸 要斜 斜插进来 到这边 把它给扣进去啊 啪的一声 但是这个基本上 这一款的塑胶 我觉得是很OK的 可以放心出外 没关系 然后两个地方 结合好之后啊 再把这个地方 有个黑色的 对不对 黑色的凸 对白色的凹 这个 是非常常见的 戏码啊 那这个变形的话呢 就算是OK了 那很流畅 非常非常OK的一个变形过程 那因为它的一个这个轮胎啊 它是两侧翻出来的 可以再调整一下 到一个比较恰当的位置 然后试着呢 在桌上去做一个滚动 好像前轮这个地方 抠得太下来了 这样子 滚动性就很好 而且它滚动的时候呢 这个轮胎 它的一个侧边啊 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纹路 所以你在滚动的时候呢 而且它这个纹路呢 它并不是 并不是完全覆盖到末端 所以你在滚动的时候 你会感觉它是有一点震动的 就是卡拉卡拉卡拉的 那种感觉 那就可能 就是一种震动的感觉 我觉得算是有加分吧 那它的一个前后左右 给各位看一下 后方 也是类似于 引擎吧 还什么造型 然后它的武器啊 武器 黑色的扣在侧边 扣在侧边 这个武器扣上去的话呢 基本上是造型来讲是扣分的啊 但是有的扣是比没的扣来的好 然后是一个DESEPTICOM 狂派的标志 一号的赛车 这个黑色的话呢 啊 这里是亮 这里的话 这是原本塑胶的颜色 整体来说啊 一堆LUX等级的玩具的时候 这款做的相当的可以 很不赖 但是刚出来 价格可能比较贵 那急速新系列 急速新系列 翻车啦 破称驾驶的翻车 急速新系列 应该这顺便就嘴一下 最近官方实在是太凶狠了 重途的模具 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 就是给你换个新包装 弄个新靴手 就拼了命的就捞钱 我是觉得也是很厉害的 就是像我们这种 就是真的是 就是 也很喜欢变形金刚 然后又 喜欢做开箱的人来讲 这个简直是我 我根本就是回避不能 他几乎出一个 我就会想要买一个 实在是太雄狠了 然后我也发现呢 这个急速新系列的话呢 其实他推出了 很多那种黑色系的 一个玩具 包括 第一波也有黑色的煞车 那甚至像这个 这个 对不对 雷射克勃也有出黑色 所以我觉得他好像有黑色 黑色的一个车队的一个感觉 黑色就是好看对吧 好吧 那今天的话呢 就利用一点时间 给大家分享 这款急速新系列的可可怪 做的还可以了啊 关节各方面的话呢 完全没有因为 模具的重复使用而退步 是非常紧实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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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